我在熱帶雨裡面 擺的時間是 估計是比較長的 11天 眼前這位中國人精神奕奕 談吐自然 很難想像他是經歷走線逃難中國 到美國才一年多 他的名字叫李北省 李北省出生於中國河南 在廣東工作生活了20多年 和其他農民子弟一樣 來到大城市為了生活 什麼粗活都得做 裝修 建築 運輸 煤礦 也在幾家工廠打工 後來通過老鄉介紹 考租車資格證 靠這幾年省吃減用存下的錢 租了一輛出租車 開始從事出租車行業 很大的利益的時候 政府就開始介入了 就開始大肆地通過媒體 宣傳炒作 什麼黑車 然後會騙人啊 什麼碰人啊 給人一種不 怎麼說呢 不安全的一種感覺 後面政府就把那個打擊非法營運啊 那個黑車就取締了 取締了以後 就開始政府介入市場 李北省表示 後來政府介入出租車市場 整個出租車以權力為中心 個人就無法再單獨開出租車了 李北省告訴記者 開出租車的這段時間 不但收入有增加 也接觸到社會各種各樣的人 其中一名訪民為了替弟弟申冤 走上訪民之路 最後卻沒有好下場 後面搞到家破人亡 然後他的姐姐呢 就是我接觸的那個 他呢 就去上訪 上去北京上訪 去過好幾次 都是被那個公安局 就是地方的郭寶寶家抓回來 抓回來 頭兩次就是警告 再後來呢 就直接關了大概有半年吧 後面就在那個看守所直接去威脅 你要是再去上訪的話 你都不要想得出來了 你就準備在監獄裡待著 李北省開始在網路 替這些上訪民眾發出不平的聲音 然而 自己也卻因此惹禍上身 最早的時候應該是10年開始 經常在微博上聲援那些上訪的 威權的 各種不公啊 就是所謂的支持正義嘛 在網路 微博上支援他們 到了12年的時候 李北省長期關注被強拆戶 被強徵土地的弱勢群體 幫忙轉發消息 2013年遭廣東國寶傳喚喝茶7次 2015年在河南被當地傳喚3次 他們肯定會怎麼吧 自我 後面我當時也很害怕嘛 因為畢竟一個人家庭嘛 那時候也有家庭嘛 小孩子在讀書 因為李北省在網上發出太多 對執政黨不利的相關言論 從2018年開始 中共對他監控讓李北省有了覺悟 過過之前也警告我 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準備進監獄嘛 一定警告我 其實我知道他們說的是真的 因為工具海裡在咱們省 隨時可以抓我進去 後面呢 我就看著規劃我怎麼出去 此時的李北省內心開始計劃如何逃離中共